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OK 接下來第一次段考 我們大概就只能完成到遺傳的部分 那遺傳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先把那個 有關孟德遺傳這個部分 先提一下 因為後面緊接的 要講的會跟他有比較強烈的對比 遺傳裡面呢 孟德遺傳他遺親的兩個很重要的現象 一般如果用一個比較簡化的方式來形容孟德遺傳的話 可以用一個字眼 約略可以涵蓋 就叫做顯性遺傳 然後如果我們從他的兩個部分 很重要的發現 就是第一個分離率 OK 分離率是用那個孟德遺的 孟德遺的哪一個實驗 是利用單性雜交 應該還很像吧 比較詳細的內容 比較詳細的內容是437 接下來開始 那個 有些 我就不寫上去 OK 分離率 基本上其實是 主要是 主要是運用那個 孟德遺單性雜交所 擬定的一些假設 然後跟他實驗所歸納出來的這些 很基本的遺傳的現象 那為什麼會叫做顯性遺傳 不是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呈現方式 因為他的實驗材料 一開始 在最初的清代的時候 比如說拿那個花的顏色 那一開始在清代的時候呢 先用了紫色純細 對不對 然後跟白色純細 然後去進行雜交 然後後來不是在F1的時候 通通都只看到紫色 可是同樣都是花的顏色 就是不管是紫色還是白色 其實都是花的顏色 花的顏色 基本上 對孟德來說 達證定裡面 這個就是一個 應該只是一個遺傳的特質 但怎麼會紫色純細 跟白色純細雜交之後 在F1裡面 白色消失了 你看齁 所以他比較納悶 但是白色到底到哪裡去 所以他接下來 不是再繼續利用F1 去繁殖 說F2 然後等到繁殖F2的時候呢 那個 白色又再度出現了 那紫色還是在 那可是呢 在這個地方 他得到一個 看似規律的比例 當然這是跟其他的 形狀一起比出來 才發現這個有規律性 因為他不是做了花的顏色 然後開花的位置 看一下吧 那個七對形狀的特徵 加加減減還是記一下 雖然不會真的去靠你那個 好 所以開花的 花的顏色 開花的位置 對不對 然後那個高矮 比較單純 然後那個什麼 豆甲的形狀顏色 那個那個 那個形狀顏色 然後那個 中指的形狀顏色 總共七對形狀 結果到七對形狀 通通都去做單性雜交 七對做完之後呢 在F2裡面 大約都得到這個數字 所以他認為 不會沒有原因 然後 就造成這樣一個現象 OK 所以他後來不是做的 其實有兩個 比較重大的推論 第一個 很重大的推論 這個單性雜交裡面 基本上 孟德爾認為 就是早在我們知道 藍色體是成對存在這個 看到這個現象之前 孟德爾從實驗的過程裡面去反推 他認為遺傳因子 決定性狀的遺傳因子 應該是成對的 那其實這個 對他來講只是推論 他沒有觀察到 他看到表象 他沒有看到遺傳真正的內涵 那接下來他有一個更大膽的角色 因為他就發現 就是通通都是花的顏色 可是紫色純細 還記得純細的意思嗎 純細就是說 我不管繁止多少代 他必然是紫色 白色的純細也是一樣 他不管繁止多少代 他必然是白色 那現在紫色純細對白色純細雜交之後 確實留下紫色 OK 所以他認為 這些遺傳因子成對當中 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就是 這成對裡面 他不是後來又定義的 就是比如說 以花的顏色來說的話 大P可以決定紫色 然後小P決定白色 所以他認為 那個成對的遺傳因子裡面 其實他會有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 比如說 那個紫色是由那一對遺傳因子子一來決定的 那白色是由那一對的遺傳因子的另外一個來決定的 可是當 如果你現在只有大P大P的時候 狀況就很簡單 因為兩個都是大P 所以就是紫色 那如果你現在只有小P小P 那狀況也很單純 那必然會是白色 但當大P遇到小P的時候 孟德爾認為大P會有絕對的優勢 關鍵在這個地方 當你去做繁殖的過程當中 紫色純細對白色純細的雜交過程 很有可能會產生一種遺傳因子的組合 就是大P小P碰在一起的 而這種情況之下 孟德爾大膽的假設 這個時候呢 大P的表現會優於小P 所以只看到紫色沒看到白色 但不代表白色的遺傳因子消失 它還在 但是受限於大P 所以它現在沒機會呈現出來 所以白色如果要顯示 顯現出來的話 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必須兩個都是隱性的 你看 這個就是分離率的重要的精神 這樣對不對 好 這樣有感覺吧 至少 然後 所以我們才會把這種遺傳的模式稱為顯性遺傳 為什麼 就是大P對小P有絕對優勢 他們兩個想剛講的顯性遺傳 當他們兩個相遇的時候 大P是決定性狀的主要因子 你看好 如果你要白色就一定要是兩個小P 好 可是因為後來孟德爾在做了一個比較重要的變化 就是他的第二遺傳定律 你可以把它叫做自由配合律 然後也可以把它稱為獨立分配律 OK 這個結論基本上呢 他是源自於孟德那時候做的一個新的實驗模式 就是用兩對性狀組合 用兩對性狀的組合來去看那個遺傳代代相傳的現象 好 所以在兩性雜交裡面的話 拿他做的那個例子來講 他不是用的那個 黃圓 豌豆種子當中黃色對綠色 是顯性 這是我們一般的習慣的說法 這樣子 黃對綠是顯性 然後圓對皺 就是那個表面光滑 然後對種皮、皺皮 是顯性 那他就準備好黃圓的純細 跟綠色的純細 然後再去做雜交 跟分離綠的實驗 就是跟單性雜交的實驗 看到的結果相同的部分是F1 只有出現黃圓 所以這算單純 因為黃、綠 如果黃是顯性的話 那F1預期應該只有黃色 沒有提 圓對皺 如果圓是顯性的話 那F1只出現圓形 這也合理 有沒有 所以接下來 他就想說 那如果再把F1 再繼續繁殖下去 利用F1繁殖出F2 對不對 就形狀表現來講 表面上看都是黃圓 對不對 那可是等到他在F2的時候 發現 除了在氫帶裡面 OK 黃圓依然出現了 然後綠晝又出現了 所以跟這邊一樣 那個白色的性狀表現 在F2會出現 所以那個隱性的 隱性的組合在F2又出現 這樣看起來會跟單性雜交的實驗的結果 看起來是很相近的 麻煩的問題是 他得到了兩個新的組合 一個是黃 重 另外一個是綠 圓 OK 這兩個組合 這兩個性狀的組合 清帶的時候沒出現過 F1沒有出現過 所以這兩個是新的 性狀本身沒問題 但是性狀組合起來 有一點難解釋 因為前兩代都沒出現過這樣的組合 聽懂嗎 所以一定有原因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他有去看了一下這實驗當中F2 這四大性狀他們所帶的比例 那那個比例呢 大約是9比3比3比1 這樣啊 這個都只是表面事實 因為你實驗做出來就會有一個結果 那你就是只看到一堆數據 所以孟德爾開始推銷 就是到底會 為什麼會有 一 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總共出現四種性狀組合 二 為什麼是這個比例 因為這比例看起來也有一點規則性 你看 這以前不是 我提到 就是你可以用一種方式 你現在做兩對性狀 那兩對性狀包含兩個不同的性狀 所以你其實可以先確定一下分離率 到底還適不適用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先適當的做切割 比如說 假設我現在呢 只看 我現在只管顏色 不管形狀的話 那這兩個通通都是黃的 我就不管它是黃圓的還是綠的 然後接下來 這兩個都是綠的 雖然有一個圓的 有一種的 那我只管顏色嘛 我就拋棄掉形狀的問題 所以這時候 這兩個部分 通通都是綠色的 如果你把數據重新再整理之後呢 就會發現 在F2當中 紅對綠 基本上呢 還是3比1 OK 現在已經拋棄掉顏色 只看形狀 所以 圓對重也是3比1 所以算看起來分離率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一定有其他的 一定有其他的交互模式 會導致這兩個星的組合出現 所以莫德爾那時候 就開始想說 OK 現在呢 應該有某一對遺傳因子 負責決定顏色這個部分 那莫德爾是認為 那應該 按照他習慣的符號嘛 那個顏色 黃色嘛 所以大Y 小Y 這個遺傳因子 會用來負責決定顏色的問題 如果你只單獨抓他出來看的話 OK 分離率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 形狀這個部分的話呢 按照他的符號的習慣 他認為大小R 這對遺傳因子 決定的形狀 你看 所以 莫德爾認為 當Y 當Y在表現的時候 OK 好 我不會來干擾它 反過來說 在 決定 他的遺傳模式的時候 Y 也不會過來干擾它 你看 兩種遺傳因子 各自表現他們該有的遺傳的事情 或者是傳遞的這個模式 組合的模式 對不對 因為很明顯嘛 剛剛講 F2當中假設 雖然實驗的結果 可以一次呈現兩對性狀的組合 但如果你現在去做這個數據重整 只看其中一個形狀的時候 分離率完全沒問題 聽懂意思嗎 好 所以 那個是因為 當你把兩個形狀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才會多了這兩個需要額外解釋的能力 OK 所以 莫德爾的看法是認為 最合理的解釋就是 顏色跟形狀可以各自表現 可是對任何一顆豌豆來說 它既需要那個顏色 就是對任何一顆豌豆的種子 它所呈現出來的遺傳特徵來講 它一定會有顏色 也一定具有形狀 對不對 但是當這個顏色跟形狀碰在一起 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是不會有任何預設前提 它們可以隨機組合 所以 莫德爾認為 它們兩者之間 不會互相干擋 可以自由配合 OK 那既然可以自由配合的話 以前不是講過 那我們可以改用另外一個方式 對不對 你現在F1和F2的時候 還記得那個 用Y好了 如果F1是大Y小Y 大Y小Y 那以前不是想說 如果你要從F1推到F2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方法 如果你現在想要推的是 呃 如果你現在要推的是七一型的話 好 那F1傳到F2的時候基因型 傳到F2的過程當中 那個分離率告訴我們 大Y小Y會先分離 對吧 這是分離率 所以對F1的這一顆豌豆來說 它對於F2有1 2分之1的機會是貢獻大Y 然後有1 2分之1的機會是貢獻小Y 就是它 同樣F1的另外一顆豌豆 然後它對F2的貢獻也是一樣 它有1 2分之1的機會可以貢獻大Y下去 然後有1 2分之1的機會可以貢獻小Y 對不對 好 可是因為這兩顆豌豆 它們有遺傳上的交流 不管這個 誰貢獻花粉 誰貢獻配注 反正它們遺傳上的交流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呢 就會產生很多種可能的組合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些組合給整理一下的話 大致上呢 有1 4分之1的可能性會出現大Y大Y 然後會有2 4分之2的可能性是出現大Y小Y 然後1 4分之1的可能性才會出現小Y小Y 可是我們看不到 其實我們只能看到什麼 我們只會在實驗結果 實際去觀察的時候發現 從F1通通都是黃色 然後到了F2的時候 有3 4分之3 是黃的 然後有1 4分之1 是綠的 我們看得到這個 我們看得到這個 然後看不到這個 這樣可以接著 所以這個是推出來的 只是說 這樣子推路很符合我們看得到的這個事情 就這樣 好 可是這是你Y 如果是R呢 因為剛才講 任何一個豌豆種子 它在遺傳特徵上 必然同時呈現它顏色特質 還有形狀的特質 對不對 所以如果再把這個部分加進來的話 顏色有關 顏色這個部分 我現在呢 抓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F2顏色的部分當中 有4分之1的可能性是大Y大Y 然後有4分之2的可能性是大Y小Y 4分之1的可能性是小Y小Y 好 那因為形狀比較單純 所以形狀的部分 形狀 應該也是一樣 大概有4分之1的可能性是大小R 4分之2 大大然後大小R 4分之1的可能性是小R小R 對不對 可是因為兩個要同時存在 兩個要同時存在 對不對 所以就不展開了 不展開了 所以接下來另外一個 因為這個我們看不到 所以我們看得到的事實是 有4分之3的可能性是黃色 4分之1是綠色 顏色 形狀這邊應該是差不多 我應該有4分之3的可能性 會看得到圓形 然後4分之1左右的可能性 會看到獸皮 OK 顏色形狀要同時存在 彼此又不互相感擋 所以叫做獨立事件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有6分之9的可能性 出現黃色形狀 然後會有3分之3的可能性 出現黃色形狀 然後3分之3的可能性 出現綠圓 然後16分之1的可能性 出現綠種 OK 那為何孟德爾大膽假設 顏色不干擾形狀表現 形狀不干擾顏色的表現 因為實驗結果不是站在這裡 他把那個後代統計一下 所呈現的比例差不多是這個 對不對 所以既然你用理論去推 應該差不多是這個比例 你去回過頭看實驗的數據 就是呈現的結果也差不多 對不對 那所以表示他的推論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不同的性狀 在良性雜交裡面 基本上良性狀 在良性狀的遺傳因子裡面 孟德爾認為 你歪分離你歪的事 那我歪分離我自己歪的事情 所以就是顏色跟形狀 他們都是由某一對因子決定的 可是你那對因子 你在從上一代遺傳到下一代的時候 會有一個分離那個動作 你分離你的 我分離我的 所以我們比起並不互相干擾 但一旦要談到就是說 我們最後為什麼會這樣子呈現的時候 那是因為 各位 今天隨便挑一個 大歪大歪 到底會配到大大大小阿或是小阿小阿 沒有預設的前提 然後它的機率發生的可能性 早就決定於這一些 比如說R字幾 R字幾的組合 才是決定這個四分之一 四分之二 四分之一的問題 而不是因為Y來決定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這個組合的機率有高低 可是這每一組基因型 它的發生機率 請問這前面的發生機率 這是Y來決定它嗎? 不是 這是R字幾的問題 同樣的Y這邊也是一樣 對不對 三種基因型發生的可能性 那個是屬於Y自己 在那些交叉組合當中產生的 而不是由R來決定它 可是 生物的形狀不會憑空消失 任何一個個體 豌豆的形狀當中 顏色要有 形狀要有 大家用彼此不互相干擾 所以摩德組合的可能性就這麼多 而這個機率就取決於 你現在到底是哪兩個 就是Y的哪一組 哪一組跟熬的哪一組 所組合出來的結果 這個就是兩性雜交 所以兩性雜交 其實它是從分離率這個基礎 在演變出來的 因為一個生物 應該不太可能只有一個形狀 只是要造就一個生物的話 應該會有非常多種性狀 所以孟德爾認為 性狀的組合這個問題一定是存在的 好 那它剛好很湊巧的看到一個 比較簡單的組合的方式 OK 這邊 算回憶 有沒有什麼點 所以那個 講義上的那個是 比較按部就班 按照以前傳統講的那個方式 也有很多的資料 給你們看一看 因為他們連這個部分 想要拍場白一下都沒有了 會不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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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有很多 會不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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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接下來我這邊拆掉 最後呢,其實他留下的問題就是他這個時間做的實在是太早了 早在第一個 生物體身上到底是什麼成分決定的遺傳?不知道 就是孟哥他那個時候的問題 對,所以你看那是有點像是在憑空想像 當然他有做實驗 他做的實驗就是以我們現在的觀點來說就是比較粗獷 你只是在田裡面然後中中慢動 然後做做受盆的動作 那是比較粗獷的 所以遺傳物質是什麼?不知道 所以他更沒有一個這個概念 這個名詞還沒出現 所以他那時候只用了一個詞 他認為生物的性狀應該是由某些遺傳因子 是什麼不知道 他是把它稱為叫遺傳因子來決定的 所以後來我們兩相對照之後發現 其實孟德的遺傳因子就可以套用在我們現在所講的記憶 所以孟德那時候也不知道記憶 他也不知道遺傳物質是什麼 所以等到孟德是 他為什麼他的實驗的這個成果 會被忽略那麼多年 這個其實可能也跟那個時空背景之下 因為當時候的其他的相關知識 根本還沒有進場在那邊 這算委屈他的 幸好後來有平反 所以接下來要看一個很重要的進展 就是說因為我們當然接下來 當孟德的遺傳的這些相關的結論 然後後來受到重視 因為有人後來就從其他的實驗裡面發現 我現在就是有一天可能過個 就是有一天做一個實驗 然後覺得非常的成就感念 得到一個相關的結論 然後結果再去往前追溯前人研究了之後 然後發現孟德早就在可能半個世紀之前 已經把這件事情做完了 這樣都不知道應該要叫高興還是要叫挫折這樣子 就有點類似那個時空背景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開始想說 孟德真是厲害 就是早在後來做遺傳的人 更早的早之前 他最近把這些很基本的概念全部都做完了 所以後來的人開始嘗試去找一件事情 孟德所講的遺傳因子到底是什麼 那這個部分的話事實上要跟這個 因為這個發展又比較慢 因為生物學的下一個進展裡面 開始走向圍觀 所以他們開始拼命的觀察細胞 還記得那個細胞學說吧 就是一句很簡單的話 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是由細胞所構成的 然後細胞是由細胞衍生出來的 有印象了齁 細胞學說 OK 可是細胞學說它的重點比較是方在說 我果然可以發現 因為當時的指標性的兩個人物 一個做動物學 一個做植物學 對不對 所以兩相比較之後 通通都發現大家都有細胞膜 對不對 植物會有細胞壁 葉居體這些 那動物都沒有 所以比較偏向於普遍性的這個構造 但是在遺傳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就沒有那麼多 所以看一下440葉這個地方 但也因為起碼已經開始拼命的觀察細胞了 所以那個時候有兩個人 就是薩托恩跟巴弗萊 他們就透過觀察細胞的動態表現 白話說法 細胞分裂 他們發現在細胞分裂的過程當中 細胞內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改變 那記得那個我們跟他講 有絲分裂減速分裂的時候 不是染色體會有分配的動作嗎 對不對 所以在看整個細胞分裂這個過程裡面 每一次當細胞分裂 就代表要衍生出下一代的開始 而在這個分裂的當下 我們所看得到的 比較有趣的現象是 那個細胞核會被打散 然後到時候有兩坨東西 從原本一團 然後被分成兩個 被分成兩個 所以那時候有人開始懷疑 分離率那個分離 也許在細胞身上是可以直接看到那個現象 所以那兩坨 就是從一團變兩團的那個 會不會可能就是遺傳物質 所以開始幫孟德找證據 那這兩個人也很重要 薩托恩跟巴弗埃 他會發現當細胞在進行分裂的過程當中 染色體基本上會有分配的現象 所以等到減速分裂的過程已經被釐清了 就是你當年很討厭背的那個 當減速分裂的過程已經被釐清出來 OK薩托恩跟巴弗埃 基本上呢 就開始把孟德爾遺傳學 重新賦予另外一層次的證據 他們有很多的很重要的研究貢獻 但是說穿的都是幫孟德爾找到的證據 分離率 看一下孟德爾遺傳學 孟德爾講說遺傳因子是兩兩成對 那一旦你要再進行遺傳的過程 那你會先形成配子 那形成配子的時候 比如說大Y小Y就會分離 OK好 那可是孟德爾沒看到 所以薩托恩跟巴弗埃認為 這很有可能就是他們現在所觀察到的 減速分裂的時候 同源染色體會互相分離 當然這地方還有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Y只是基 同源染色體是染色體 所以是不是層級還是有點不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的細節再往下 之後再回來談這個 先大致談一下 然後接下來那個 配子 來自於不同個體的配子 比如說 孟德爾在做豌豆的授粉的時候 他有明確做這個動作 把這朵花的花粉 然後弄到另外朵花上面去 對不對 所以他很確定 個體之間他是有遺傳交流的 所以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事實上呢 他就去進行了不同性別配子的組合 尤其這個配子還會來自於不同的清代 對不對 好 所以當下一代產生的時候 表示來自於不同個體的配子 有了新的組合 那孟德爾認為這個組合也是隨機的 所以才會有這個比例 要是隨機的才會有這個比例 對不對 因為 只要寫一下嗎 快速寫一下 因為他是大歪小歪 他是大歪小歪 對不對 所以對他來說的話 他有1%的機會攻堅大歪 1%的機會攻堅小歪 他也是一樣 1%的機會攻堅大歪 1%的機會攻堅小歪 對不對 好 所以他跟他 假設花粉的散播的機會是隨機 沒有任何預設的前提在的話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才有可能呈現這樣子的結果 好 然後 所以這個 第一點到第二點 基本上都還是分離率 所以到第二點的 第三個格子的地方 所以 萬一你現在呢 有 不同的那個 那個性狀的時候呢 等位基因基本上是一對一對的 可是你可能會同時出現不同對的等位基因 比如說Y一對 R一對 所以這時候你就有兩對遺傳因子 那兩對遺傳因子的時候 不同的等位基因 那 同一對的等位基因會互相分離 可是不同對的等位基因 是可以自由組合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這個精神稱為自由配合率 或者叫獨立分配率 為什麼叫獨立分配 我Y的分配 大歪小歪 假設有一顆 假設有一顆彎洞 如果它的基因組合是大歪小歪大小R 當我Y要分離的時候 我要分離出大歪小歪 這是我的事情 那你R要分離成大小R 那是你的事情 只是 必然的結果是 等到我們產生配子的時候 這個配子裡面 它勢必要出現一個歪一個R 對不對 所以我可不可以是大歪小R這樣的組合 當然也可以有其他的組合 所以你要叫自由配合率也對 對 土地分配率也對 OK 然後可是你要怎麼用那個觀察來佐證 所以薩圖跟巴弗爾認為 減數分裂的時候 同源染色體固然是相互分離 可是非同源染色體是可以自由組合的 所以到這個階段來說的話 孟德爾的遺傳學 終於有一個可以看得到的 這種實驗證據 所以也開始凸顯出孟德爾當年真的很了不起 這樣子 好 所以接下來衍生一個問題來了 因為他們看到那個 不管是細胞分裂還是減數分裂 那一團裡面呢 其實如果你技巧夠好 真的可以看到一條一條 藍色體嘛 對不對 那他們會發現一個很大的疑問了 比如說人好了 那一團裡面 假設以人類來說 23對 23對 過46條 所以這時候 浮現的另外一個比較納悶的問題 就是 可是藍色體就不管怎麼樣 也不過就是有固定 相對比較少的數目 因為它用人來看就很明顯 你現在 23對46條 那人身上數得出來的性狀 應該不只這個 所以他們其實第一時間就否決掉 藍色體應該不是遺傳因子 所以後來才有逐漸浮現另外一個 就是基因的概念 所以他們認為 遺傳表現的單位應該是基因 而基因的數目應該會大於藍色體 這衍生出一個問題 勢必每一條藍色體 它得去帶一定數目的基因 這樣才是合的 所以我們下次談這個問題